小猪罗志祥的五届线巡回演唱会在香港举行到最后一场 即前几场分别请到林志颖、杜德伟和女神周慧敏站台驻正外 小猪在最后一场请到了校长谭永林 除了竞歌热舞之外 校长还化身合适了 还要化解小猪和大炮黄秋生之间的恩怨 小猪在最后一场 最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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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福 最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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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幸福 其实我今天来呢 还有一个热幕 其实我觉得娱乐圈是一个大家庭 是是是是真的 然后我听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真的好像里面是过敬的 其实我先来今天 听他解释一下 他是不是听他在告语上说你是宝雷 他说你是冒雷 什么意思 冒雷 他这个人很有文化 他的文化是岛装文化 你把那个冒雷讲出来 反过来讲是什么 李梦 对 他都是本来想说你朋友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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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你那些真的没有计较 你 前几天呢 人家还说我玩的是一个的怀孕呢 你怀孕呢 对啊 他没做照片 好奇怪啊 对啊 他没做照片 好奇怪啊 但是无所谓啊 他开始就笑一笑就无所谓了 对啊 已经过了 所以 希望 我在今天 我想跟你说 我找一篇找我的好朋友 这个是黄教育 这个是黄教育 哈哈哈哈 好 跟你一家 好 喝一个嗨气 好 喝一个嗨气 然后呢 把所有人来去 把那个 你会逗地球啊 逗地球 把这个风格把那个 哦 一说你就把他关门 我都炸掉啊 炸他一个老板 哈哈 哈哈 你要不要工作 工作加了 炸他去 不能班 晚上我们去吃饭 吃完他去 好吗 OK 好吗 有这个量度吗 有 有 有多大的量度 成就有多大 好 我 真的 真的吗 有一个 害羞 有成就在里面吗 没有成就 就是希望 他是一个 是个 这么成就稳定的 男人 那 你 看到了 你想用 你不想用 他说我女儿子 啊 女儿子是 你什么 你他说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 漂亮 好漂亮喔 哇 帥 那校長說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但是他說啊 鬥地主對不對 會會會 螢光光 然後你會跟他吃飯嗎 會啊 如果今天真的有這個機會 我當然希望會 因為我身為一個晚輩 本來就是應該 要跟前輩就是先道個歉嘛 因為畢竟是一開始我的歌迷朋友們 可能有說一些話 那可能不開心 但是已經過這麼久了 但我還是有這個機會的話 當然希望可以面對面的 重新介紹我是誰 除了得到校長的登台駐政外 小豬也很有可能消除 與黃秋生之間的恩怨 這位嘉賓可謂請得特別的值 所以小豬才在校長離開前送上禮物 不過黃秋生臨不領急 又是另一回事 而小豬這次的歌唱叫好又叫做 甚至有歌迷在小豬uncle之前 帶著自卑的大伯帶領全場觀眾 呼喚偶像返場 可惜遭到場館保安出面制止 此外 小豬此次歌唱 居然發生風化案件 兩名分別80後及90後女粉絲 站在場內等候小豬握手時 懷疑先後被一名33歲的男子 從後伸手入上衣摸背掃腰及掐臀 同行男歌迷不分色魔隱形報警出力 並拍下閒出手真身上載互聯網 警方到場將涉案男子拘捕 並帶警署 除了名愛護歌迷的小豬 聽到後異常氣氛 我非常討厭這樣的人出現 因為曾經我在台北的清唱會 就有發生過這樣一個事情 然後有色狼 然後歌迷大叫 我的反應是衝下去 把那個男生抓住 那我的個性大家都知道嘛 曾經有拍桌子 我個性就是比較衝的 一個很直接的 尤其是一個 對於不尊重女性的人 我是更討厭 我就把她抓著 然後交給工作人員 把她帶去警察局 然後就讓那個女生知道 欸 有我的保護 所以下次每個人來我的 簽唱會 來我的活動 都可以非常地放心 那當然自己的安全措施 也要自己要做好 就是你的重要的物品 都要顧好 這是我比較想要跟大家呼籲的 搜狐視頻娱樂報導 香港報導